今天已经是11月25号咯 距离11月30号最后的倒数 韭菜游戏你报名完成了吗 您来参加了吗 邀请函在老师手中 已经发送给您咯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城国际头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天心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11月25号 每周周送周周抽韭菜游戏 您报名参加了吗 邀请汉老师已经发出 我们一起来参加 那不论是iPhone13 不论PS5都在等着您来拿 只要你每一周 能够不断的晋级晋级 我们报名到11月30号为止 那我们每周抽的 就是有来到韭菜游戏 这个脸书粉丝专页 有来留言按赞 还有take some好友的好朋友 我们每周都会抽出五位幸运好朋友 上周有抽出五位幸运得主 今天老师我们又要来抽奖了 节目一开始先抽好不好 好先抽 先抽来 有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好朋友 您都有机会 人人有机会要怎么抽呢 每周抽韭菜游戏 有报名的每周抽礼卷 好来 那现在呢 这边有这么多朋友都有来报名 有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 好到我们的粉丝专页 按赞分享并且take三个好友 你必须要完成符合这三个要件 您就可以有机会有资格可以抽 老师又麻烦您的幸运大手帮我忙 马上抽 我们上礼拜已经抽过一次了嘛 对抽出了五位幸运得主 所以这礼拜一样 礼卷照样发 照发照发 所以我们就抽这礼拜了 对对对马上抽 这边有一个马上抽五位 好出来了 OK好所以这五位 这个王小姐 陈小姐 但是老师我们这次呢 条件资格要求很严格 他没有符合资格条件 我们就必须取消他资格 比如这边 没有按赞 没有按赞 好还有一个张 应该也是小姐 没有按赞的 没有按赞 那这两位我们就会取消资格 那取消资格的话 我们就多控出两个名额 对 再补抽两位 所以 所以我这边改成两位 对我们这边抽两位 我们再补抽两位 也就是第一位张小姐 还有第二位傅小姐 第三位应该是中先生或小姐 好这三位您符合资格 恭喜您得到我们的礼卷 要记得按赞 按赞 分享 真可惜 这位好友 再抽一次 是我们再抽一次 好又有一个没按赞 就 诶 好好好 OK 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抽到这 对 好幸运 好来我们再来一位 再抽一位 OK好这位 好抽 OK 好 好这位应该是 也是中吧 就是中 好恭喜您 恭喜您 我们五位 幸运的 好抽出来了 一二三 好友 他有take三位好友 有按赞 也有帮我们做分享 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 可以获得礼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啦 好来 我们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喔 我再讲一下 我们的游戏规则到11月30号前 很多人说老师要不要钱 真的拿钱出来 免费来报名 真的要拿钱来比赛吗 不用 我们里面的投资组合 我们就是一个虚拟的 你就直接进来 填好你要填好你的选股标的 你不用拿半毛钱 不用拿几百万 不用拿几十万 也不用报名费 这样的好处有吃又有链 有剩又有链 iPhone13 PS5 你要报名就很简单 直接电话打来 或者Lite add加进来 就说你要报名 然后呢 当然我们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分享 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个脸书 你帮我们分享三位好友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三位好友就OK了 OK好 这是我们的游与游戏 节目 主题来咯 昨天放假一天 老师昨天很忙碌 你没放假我没放假 老师又去录电视节目了 我跑去录古海洋帆 然后又下午上了四小时 进修课程 工会的课 因为工会那个就是 必须 反正我们在职人员 每年都有他规定要上的这个时数 你不能不上 你如果不上他就不让你上班 就这样子 所以我不得不去上 好 其实今天我从新竹开车上来的路上 我不知道你们在高速公路上 有没有看到一个托拉股公司 货运公司 哪一家 风铃火山 你看见没有 我看过几次了 没有耶 没有对不对 我没听过风铃火山 这是什么 我想这非常有趣 怎么了 因为它的两台车串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就逼在我的这个马萨拉利旁边 当然我就会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货运公司 对不对 这么霸气 然后我就看一下 我觉得他很酷的是 原来这老板也会附庸风雅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它的旁边 就是风铃火山很大的纸 是 可是它的 它那个货柜车的车尾有没有 它居然在上面提诗 原来老板也是附庸风雅之人 是 它上面呢 放了杜甫的诗 当然是四句我结的中间的两句 我觉得正好我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 冰家胜败事不齐 难预料嘛 对不对 卷土从来未可知 看来这老板是有故事的人物 这不管了 后来其实它两个货柜你知道吗 是 它两个货柜我就仔细 我就故意 再看 我就再开快一点 我就看那前一个货柜后面的诗 有没有一样 还真的不一样 哎呦 这老板很用心 对它其实在它每个货柜上面都放了不一样的诗 不同的诗词 这一个不错 老板是有用心 它让跟在它车尾的人 可以看看 可以看一下 加减读一下书 对增加一下自己的气质 好 来我们开始今天 主题来咯 什么意思 今天是感恩节 对今天没鼓完 结果我们应该在那边放一支火鸡才对的 结果居然来个ㄎㄎㄎㄎㄎ 就是放个这个 对啊 我们小编下次要检讨一下 没有跟上时节 今天的财经新闻 我认为这个新闻 你只是这样看过而已 散户占些 证券划播余额缩水 什么意思 你看到这新闻你有什么感想 你会认为说 什么叫证券划播余额 就是今天你买股票 你会把你的钱放在 证券户里 证券户里面 对 的账户 对 当你要交割的时候 就从这户头扣走 扣钱 当你卖的股票就进来 是 来 10月余额终结年11月创高 换句话说 你来看我这个数据 就是在过去 从去年的11月开始 对不对 他每个月都是增加 对 都是增加 有没有 都增加增加 每个月都增加 然后呢 到今年有都增加 增加多还是增加少 但是都是怎么样 都是增加 往上 有没有 是 余额是这一排的数字 余额一直往上 有没有 余额一直往上 换句话说 从这个放在证券里面 户头的钱是越来越多 不管是外面再进来的钱 还是你股票卖掉的钱 有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上个月已经没有再创高了 是怎么样 反而是掉下来的 所以 那代表什么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收手了 代表 没有再进出了 你的钱 股票卖掉 你的钱会进来 对 股票没卖掉 那你有可能几个状况 第一个 有可能是 股票赚的人 把钱怎么样 抽走 嗯哼 另外一个情况是 你可能股票都套住了 哦 有没有 嘿 你套住了你没卖 所以没进来户头 嗯哼 那还有第三种情况是怎么样 自断手脚 自断金卖 哦 嗯哼 理解了 什么叫自断 就是你去追高 对 你去杀低 钱被蒸发掉 你的钱 本来是一百万 砍现在只剩五十万 对 为什么是十月呢 嗯 你知道为什么是十月吗 五大利空 烈杀红色十月 对 嗯哼 十月初多少人把你的航运砍在低点 对 你原本追了两百 你在一百二一百四 你都没去砍他 嘿 问题是烈杀红色十月这一波烧到八十的时候 你砍 全部砍光 对 有没有 哦 所以就蒸发掉了 所以 为什么 余额缩水了 很多人不会给你拿这个新闻出来看 对 为什么我会拿这个出来看 我还告诉你为什么十月会终结 终结十一月来的创高 为什么 因为烈杀红色十月 多少人 自断手脚 自断金脉 其实很多股票在烈杀红色十月那个时候 你没有去砍你还不见得会卖在最低 当然 你如果是 前几天还在破底的钢铁 哇那没办法 对不对 结果你一砍完这两天正好又弹上来 又弹上来 对不对 可是弹上来你又去追 哇 今天又套 因为今天的钢铁 涨了两天间又跌了 对 开高走跌了 所以你发现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几个月操作的wall is not flat the star market is not flat 没那么好做了 我说没那么好做不是说你不做功课 然后你币等级买都会赚 特别你喜欢看涨才买的人 疊不买看涨才买的人 去追的 你去追的你一追就套 对 一追就套 好这个是现在市场的操作节奏啊 是 那你从这新闻你就知道 你多少人自断手脚自断经脉 是 有没有 有 不要说是你啊 我跟你讲连参加我清贷 我没叫他卖他都会怎么样 自己做不到 自己去卖了 为什么 来 我大概猜出 我大概猜出是 我现在问他说 这档股票你还在吗 你还在吗 哭 出掉了 为什么 因为这档股票 今天有可能收盘 创 收盘价新高 我还问他为什么出掉 自断经脉 他自己都讲自断经脉 我还跟他讲放到 三位数耶 有没有老师涂掉的那个是 那个百位数字耶 自断来 好可惜 但应该还有机会吧老师 我这两天我不是跟你讲这一支吗 我已经讲一段时间了 今天又一堆东西可以讲 对 我说这一支 大老鹰 大老鹰 你还没上来 我今天我的节目我就告诉你 你想复制下一档创围 从五六十可以到两百 那这一档 你不要错过 你不要错过 我都跟你讲几天了 找进来的 不管你是钻石班黄金班小鹰班 因为他股价很亲民 对不对 你再去看今天的价格 我想你应该这一档 你都有感 你到都有感了吧 对都有感 对不对都有感了吧 但是呢我们要的不是只有四五块而已 我希望他能够 我说我希望 我没有说他一定 请你讲话 听话听清楚 我希望他能够是下一档的创围 老师我们大概七月份的时候 他大概创围在两位数七十几块吧 六七十块 对 六七十块 你要不要跟我预约下 你要不要跟我预约这一档 下一档 下一个三个月 下一个三个月 三倍 用这一档 创围涨三倍 我没有讲他三倍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 复制一下吧 我希望他是下一档 新唐 创围 尾全店 都可以 懂 好 现在 结果咧 他还在两位数 我一两个月前 我就叫你要报好报勞来 对不对 你们一两个月前买的成本又够低 对不对 那你遇到烈杀红色十月 你就自己去自端金脉 那结果呢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这两年多来我来投股 我讲了多少股票 一档一档不是从几十块就飙到上百块吗 五六十块的南店 现在五百多块 是 有没有这两天又是投心月底做账 搞不好还继续做 今天又找上来 然后呢 天狱啊 天狱 大学光啊 大学光 加灯 对啊 连同心店 我们看一下同心店好了 这档同心店来到三百以上了 你知道同心店在去年年底那时候 到现在 涨了多少 一年的时间 那时候大概一百四一百五 洗好久 我们去看现行就知道了 然后到现在一年翻 哇 就在这里 所以股票没有涨跌问题 只有能不能报 去年十一月 能不能报 你们都可以上我股海大丈夫 我们永成的网站去找 过去的结果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在那边盘整 你看到没有 对啊 盘盘 后来他怎么样 简直嘛 因为他跟胜利合并 同心店变病的胜利 胜利就是在车用的这一个 影像感测这一块的封装 有没有 病了之后 病了之后股本大 后来再怎么样 再减肢就跳上来了 然后呢 这段时间 我们还叫你们 我一直叫你报好报牢 有没有 结果有人怎么样 这段经脉 不愿意等 在这边砍掉了 砍掉了 当然啦你要讲说 中间遇到这一个五月的大乱流的时候 他又下来没错 但是请你看一下 现在呢 你报得住的人 股票能不能报 报好报警来 获利就是你的 我一直跟你讲 我是从产业面切入 是 从产业面切入 所以你就知道 很多人为什么你要自断经脉 自断手脚 那你 你的财富不就这样子 自己追来砍去 追来砍去 蒸发掉了吗 所以刚刚你看 他自己都知道 那四个字叫做自断经脉 真的就是自己自断手脚 自断经脉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 今天有一个缺贵塞港 可望明年可望疏解 对不对 航运未来仍大有可为 好 航运摧跪塞港 如果疏解了 那运价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往下 因为他不塞啦 就疏解啦 对 可是因为他讲说 航运未来几年人大有可为 所以今天的航运就在涨 是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运价会慢慢的下来 会慢慢的下来 懂 所以你手上有航运骨的 你真的要趁 有弹的时候 有弹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的话 提醒你 对 你应该要陆续续续往上检码 好 今天的消息 以爱之名 高龄诈骗手法翻新 我们告诉你说最近 诈骗 太多诈骗了 所以我要再提醒你一次 我的频道 我们好像上礼拜五 我们礼拜三的影片 我们后面我不是拿手机给你播吗 是 对不对 你不要再被骗了 我们的 正宗版 正宗版就只有在这边 对 好吗 小老鼠HRH888 直接扫 有人会加进来 有人收到我们公司的电话 会来我群组问说 老师这是你们公司的电话吗 我想你来查证就对了 我不嫌麻烦 是 我的助理我们都不嫌麻烦 你要求证 我们 就是说你接到电话 或者你要来参加好会 你怕入错了 前会到诈骗集团手上了 OK 你都来小心求证 好吗 好 我们唯一 你打来会有人接的电话 25129977 洗衣纸这一通 洗衣纸的号码 就这一个你打过来 那我们助理打出去给你的 那可能是66 我们会跳 因为我们有30起 660开头的 对 这请你留意一下 好 好吗 经济就业优 美元11月创17月 创17个月 创17个月新高 17个月 美元在走强 可是我们台币有没有扁 没有 台币其实很强 土耳其货币因为美元在走强 美元在走强 它会排挤掉其他 特别是新兴国家的资金 所以东南亚 或者像什么南非 土耳其这种新兴市场 它的货币就容易扁 一扁就容易酝酿什么 资金外逃就酝酿危机 好吗 所以 但是过去美元走强 我们台币也会扁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台币这一次 有没有 很强 为什么 因为经济实力 会说话 懂 所以我们的央行 对不对 总裁 杨金龙在讲说 如果美国升息 我们也会升息 但是 如果我们也升息 那个外资的钱 也会再进来 热钱进来 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 股市会热落 通货膨胀 股市热落 或者房市 房地 都会 也会继续好 所以 我才告诉你 你要钱 你要放哪里 你不用去放美金 不用去买美股 你放台币 你放台币资产 房地产 买台股 就对了 好吗 他们跑去换人民币 去做入股干嘛的 不用那么累 那是什么 银行里 专叫你买什么 南非币的 因为南非币的利率高 问题是 你会赔的什么 汇差 汇差一赔 不是那五六趴的事情 可能是一二十趴 好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贪钱 看的节目就会贪钱 你知道吗 老师全方位的教你 从各个层面 10月面板驾动率 重返九成 老师面板驾动率 我记得你上次有 帮大家解释 好来 10月面板是 价格是大跌 有没有 好 他说拉货动能回松 比9月成长2.4个百分点 11月渴望持稳 请你要看什么 你觉得这新闻 你是觉得是利多还是利空 多 10月一下说 价格大跌 对 有没有 现在又说 下动率重返九成 对 然后11月渴望持稳 对不对 然后说什么 拉货动能 拉货动能回升 对不对 11月渴望持稳 对 好那我跟你讲 你们没有去看细项 好 细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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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是 传统淡季 哦 传统淡季 但是其实面板的骨架 最近 已经从低一点 弹上来 有20%了 面板老师在 在中国量产业市 已经是四周前了 对 有20%了 然后到了 你知道吗 到了1月 是他们传统要怎么样 税修 因为你过年要买电视 对不对 换新家电 要换新家电 是在这几个月 早就要该拉货 不是到农历年前 才开始 工厂还赶着生产出去 好吗 明白 所以我认为 对这个新闻 你不要当利多 我是这么觉得 从字面看 为什么 这已经是过去的 现在是11月底 对耶 那11月持稳 现在是11月了 那12月呢 股价是要反映未来 是 这已经是过去两个月的消息 你现在还去看过去干嘛 对 他在讲了 这是10月面板 那10月驾动率重满九成 那11月持稳 那12月呢 没假 12月还会维持吗 还是12月下来 对 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细项 内容 我看过了 好 老师告诉你答案 因为传统1月 12月1月是他们的要税修 等于说他们可能就会 比较 明白了 淡记 明白了 好 看懂了 这个 这应该是参加我们小鹰班 对 因为他是买进一张 46.6 好 所以应该是小鹰班的 他写什么 多谢你的帮忙 这个月的月费已经赚得到了 年底公司奖金如果有发出 然后加赚的投资钱 若能增加20到30万 也许你们会比较好做 届时再请你告诉我 必须追加多少会费 真心感谢 真心感谢 这就是刚 有读有真相嘛 对 对不对 你没有发现我的贴文每天都不一样吗 是啊 是不是 这是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自断经脉的 自断经脉的 我给你讲自断经脉的 很多啦 好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一个 我这两天我想到这一句话 有人现在很惨对不对 有多惨呢 刚刚我知道有一些投资人 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 你先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张亏多少钱 亏26万对不对 这一个人玩农资 大吉 大吉 你看到全面都是亏的 大吉 大吉 这是未实现的 大吉 你知道他的资金只剩三四十万 只剩三四十万 有没有 一个花子可以让他亏26000 然后呢买了三张 红海亏10万 快10万 星星呢亏11万 买六张 你看到没有 东升亏7000多块 尾创亏这个1700 然后呢 敦泰亏13000 请你看一下敦泰 他贴给我的时候他价格是169 你知道他买多少吗 182 你知道我一看到182的敦泰 你猜 我就猜他就是这几天 前几天敦泰拉上去去追的 哦 来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的 我这段时间 前一阵子我是不是带你们去驱动IC抄底 有没有 有 敦泰是不是买在一百 一百三十几 然后一百四十多 还是一百五十多 一百六那时候出掉了 我那是 有没有 中博量产业的第二集 第二集 第二次喔 那时候才十月 讲面板 那讲驱动IC 对 有没有 来会员你都有看我节目对不对 我带你们出掉敦泰 我带你们再去追回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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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就做了 嗯 对不对 早上去就早上去了 我们等你去追 但是你看看到没有 不会做股票的 你干嘛不跟我一百三一百四去买呢 一百八 一张股票都已经涨了二三三四三十八了 有 涨了三十八你才要去追 难不难过 结果现在 你这样做很难过啊 现在真的就是 然后呢 聚合 不是电动车吗 特用化学吗 是 追 哇 这样看下来他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操作的席系 本拿还有五十万 然后融资再做 再亏二十六万 这个席系就是追高的席系 我们告诉你不要用融资做 第一大忌 有没有 最大的忌讳 不要融资 好 你看他 他接给老师看他的 目前的手上的 我全部都给你看了 都给你看了 你看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很傻眼 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和所有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讲 这些人都看我节目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明明就看我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你们就学不乖 然后还是 你们就 还是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有没有 我让他回来怎么办 而且你还用融资 这是现在 他说什么 前几个月的都赔钱买了 全部赔一百多万 不是融资也不会这样 来看到赔什么 宏达店 奇怪 宏达店不是这一波 你要买着抱着到 到前一段时间一百 你应该都是赚钱的 除非他是追在九十以上 因为从宏达店最高到九七 他贴出来我很纳闷 我说宏达店这段时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可以赔到一百多 难道你是追一百多 一百二 最高九十七 一百块嘛 对不对 我就问他这又是什么 他说什么 就是短短的时间就赔了这么多 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 一百多万耶 就这样赔掉了 你可以讲多少会费了 一百多万就这样 为什么你们都是 省那个会费小钱 就去赔那百万大钱 自己乱做咧 自己乱做呢 我跟你讲不是只有他耶 真的 去看一下 好多人都省小钱又赔大钱 我想我们节目有一些刚看的 你去看我过去的影片 我们这几个月来 我们分享的血泪史还不够多吗 老泪纵横的很多啊 都是希望可以来帮助大家 这刚看了我就觉得好心疼好心酸 你知道这一个人 他现在没办法上班 家里头上有老 他爸爸得糖尿病 他爸爸得糖尿病 每天要吃一堆药 他也拍给我看 这是轮椅 他讲什么 这是我爸每天要吃的药 现在要照顾他 你知道怎么回他吗 人生喔 你现在的人生喔 是从小到大的 每一个决定所堆积起来的 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是 没错啊 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你过去的每一个决定 成就你现在的人生 没错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光鲜亮丽 那是我过去的 我从小到大 我每一个决定 累积成我现在的我吗 当我不想过夜市人生的生活 当我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每天蹲在路边洗碗的时候 我决定把书拿起来认真读啊 那你现在看我节目 你也看好几个月了 你有没有跟着学习成长往上 你没有 你成长了没 你有没有改变你自己的喜事 你现在还要左轰右轰 不会做不同的股票 然后遇到猎杀红色 谁会再去自断经脉 所以我才告诉你嘛 如果亡者以来者可追 问题是如果你不愿意改正 你不愿意这个重新 好好找一个对的方式来操作 你下一个决定 就会成就你的未来 你的下一个决定会成就你的未来 你的下一个十年 你要你是要富还是要穷 你的下一个十年要跟你现在一样 你要不要转变 你要不要逆转胜 逆转胜一下改变一下 所以你现在决定很重要啊 你要继续像他这样子吗 这上一个 你要继续像他这样子吗 继续当冲吗 这是另外一个 他还看我节目好几个月了 你知道吗 我问他背套什么 他昨天没 我昨天没做节目 对不对 他还问什么 他说什么 他做当冲 讲得非常豪气 有没有 我跟他讲什么就不用讲了啦 好不好 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做当冲了啦 三年多了输了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都输三千多万了 还要再继续做当冲 对呀 牵儿啊 这一个人做当冲输掉一百万了 对呀 现在人生只剩三十万 重点是他还没办法工作 因为他要照顾他爸 为什么没办法工作 因为他请看护的钱比他薪水还高 你的人生本来不需要这么惨的 你要把他搞到这么惨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他说因为他觉得他只好放手一搏 我告诉你 你只要想放手一搏的 我给你讲莫非定律对不对 那一个 一百个只有一个搏成功 其他九个全部都死在沙滩上 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把你这些人生搞成这样子呢 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选择相信专业 让专业来帮助 你记得这一个人吗 我上礼拜四跟你讲了吗 有 我说过去的每一个决定 成就你现在的人生 下一个决定成就你的未来 你不要再做错决定了 你们都有看鱿鱼游戏嘛 选择 选错你就挂了 对 选对你进到下一关 很现实的 所以决定很重要嘛 如果你不在股市里面 你的人生一样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人生态度对 做股票这样赚钱 去哪边做什么都赚钱 你如果觉得你现在很惨的人 请你去想一想你过去一二十年 你怎么过来的 你是一再一再的做错决定吗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又有人说 在感情上老是遇到不对的人 问题出在哪里 那问题是在那个人身上 还是你老是看错人 是不是你哪里出了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改变调整呢 还是你总是在怪别人 还是你脾气不好 好的人到你身边都被骂走了 所以你知道改变的是谁 不是改变别人的脾气 而是要改变你自己的个性吧 是不是 所以要改变的是你的习性 操作也是如此啊 改变操作的习惯 所以你看他说什么 他把我的话听进去 这是我们前两天分享的 对 他决定回去乖乖工作 听老师的话 而且当他决定好好工作之后 工作很顺 接到很多订单 很累累没有关系 重点怎么样 你的钱 就会进来 像当年我们家在夜市开冰果市 很累啊 你知道一晚刹冰 两块三块这样在赚 两块三块在收 当然你现在叫我回去做这个生意 我是没办法做这种工作了 因为我现在 我已经不是那个类型了 老师已经是超脱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级 另外一个境界了 那你说哪一天我真的 当然我不会让我自己再重新 我不会让我走回脱路了 对 老师你选择到对的道路 对的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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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一个可以把我人生财富那个雪球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的方式了 所以我已经告别夜市人生的生活了 对啊 当我在12岁那一年我决定告别我夜市人生的生活 我已经正式跟他说拜拜了 重新开始实习版认真 当然我会跟我小孩讲 你也不要傻到 听爸爸以前去过夜市人生生活 你也想要去过一次 不必要这么笨 对 好吗 好 对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 所以他决定嘛 我说你现在的决定 决定你之后的人生嘛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决定呢 你还要 如果你过去一年以来 股市在大多头你都没赚到钱 你后来到今天来算 本来赚都扣回去 代表你不会做股票 你不要再不信邪了 真的 那些跟我讲话很意气风发的人 现在一个一个都回过头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老师你可以给我看连结吗 那些自断手脚自断经脉的 现在都哭了嘛 对不对 都哭了嘛 但是像刚刚看到的那个好朋友 他真的愿意听老师的话 认真工作 调整脚步 然后重新跟着老师节奏 你看三千多万 你有三千多万可以输 你有三千多万可以输 你来当我参加清代 我这三千多万 我随便也不是也帮你赚一百万 一千万回来的吗 这就真的就是省小钱赔大钱 你省了那一点点小小会费 但是你去赔那三千多万 你觉得这样划算吗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好 回过头 为什么我在今天节目的标 我要跟你下这一个 圣败兵家世不齐 寒羞仁齿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从来未可知 这个杜牧喔 他在乌江亭这边提了这首诗 什么是乌江 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乌江智文 谁 项羽 喔 你看看我节目还可以跟你讲历史 真的耶你还可以学好多 跟你讲历史 我想刘邦项羽的你们故事你们都听过 对不对 当年项羽因为不听老人言 对不对 吃亏在眼前 后来败给了刘邦 在乌江那时候 败给刘邦之后 他讲一句话 他无言见什么 江东 江东父老 所以为什么叫江东 江东子弟 他从江东过来 他是江东的子弟 对 那江东的父老 对 无言见当父老 所以他自闻嘛 无言回家 可是有人劝他干嘛 劝他干嘛 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嘛 可是他无言嘛 是 所以他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忍不下来 对不对 他不愿意卷土重来 如果他愿意 卷土重来 回到江东 重新再来 搞不好历史要重写了 对 对不对 懂了 我跟你讲 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看我节目这么久了 过去就过去了 谁没有跌倒过 对 对 昨日套牢 譬如怎么样 昨日陪嘛 对 过去了 对不对 今日你华力转生 对不对 譬如今日转 你就是重生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觉得 我已经跟你讲好几次了 做股票会不会赚钱 那是人生态度的问题 对 人生态度对 你做什么事业都会成功 人生态度不对 或者怎么样 死不认错 硬拗 那这恶性循环啊 不断重复啊 不断轮回啊 还是在那个错误当中循环 今天杜牧的这首诗 提悟江庭 来跟大家共勉一下 全土重来都还有机会 这一个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 一直拿出来举的例子 这个年轻人 我让他回去认真工作 他不是送了一盒点心给我吗 老师前天放在前面给大家看 后来我想说 这可能 我本来以为这是他买的 后来才知道他做的 然后我才回过头 要仔细去了解他的东西 因为他说这是他手工做的 日式和果子非常漂亮 后来我仔细了解我才知道 他还是留日的 去日本学艺的 心自学 对 你们呢 如果有要 老师 你喜欢吃点心的 我跟你讲这不是业配 他没拿钱给我 我正要说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 工商时间 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时间 这是我们会员 这是我们会员 你看我节目的 我们的会员如果你有 你是市农工商的做生意的 是 你可以让我知道 我记得之前有个会员 是在啦啦山上面卖水蜜桃 对之前也有 老师也有收到水蜜桃 你们如果喜欢吃日本点心的 和果子很棒 你们就来跟这个豆茶聊捧场一下 很认真的达人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个清代人也住花莲 就说他现在已经佛系操作那一份 是 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去这家吃过吗 他说老师 我是他们店的常客 大家真有缘 真的内行的 因为他是真的很用心 那一天讲完下午 那一天讲完下午他才说 来我马上揪我们贵妇团 再去下午茶 跟他约三点 再去他的店里 再去吃下午茶 他这是艺术品耶 所以你们看我节目的 如果你在花莲的 嘿嘿 记得喔 走一走 没关系去高官节 品尝一下 我跟你讲我们会员 听我们自己会员 是 好吗 需要听 我已经讲过了 人生自古 嘿嘿 就是他啦 就是他 他愿意重新再来 再出发 我们就给他机会 当然啦 还好他手上还有资金 还可以跟上老师 对 我就说股票的事情交给我 没错 工作 认真做 有没有 他真的听话 自己做点心 很漂亮 很美味 不会太甜腻 但是每一个工都非常细致 都是漂亮的艺术品 而且真的 你就是觉得你在品尝一个艺术作品 太幸福了 因为我自己超爱甜点 来 这个是我在Google上面去估 他们家 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图片 评论的图片 你看很精致耶 很美 我看到这个就超想吃的 很美 有没有 然后那天那个 他们去回来之后 就告诉我说 老师 你下次来花莲 你来办个见面会 老师 你什么时候要办 什么时候要办 对 然后叫我两天去一下花莲 然后他们那边 大家来组一个团 干脆就来这边办好了 诶 好 我们下次有去花莲 我们就来豆茶聊 来办一下见面会 很可以 那这样子好不好 诶 他的店很漂亮耶 非常日式风 对啊 就是他是走一个日式 超有feel的 有没有看到口水流出来了 就很优雅 你去到那边 你就会觉得 就是不只是佛系操作 你去到里面 我看我们那个过年 我要送你给我们团队 就是这个 豆茶聊一份吗 每个人来订一盒 真的很好吃 我傻傻的 我今年还跑去买那个 顶太风的凤鱼厨 对啊 今年就来买豆茶聊 你看这个 超漂亮 我看起来超好吃的样子 好美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达人 手作达人 而且他的作品就是艺术品 不只让你能够吃 就是五官都可以让你享受 感觉在这个地方 五官的饗宴啦 吃甜点 喝下好茶 就很有 很幸福放松 对啊 你看这个店 优雅的人生 很漂亮喔 对啊 优雅人生 大家加油 好吗 我们都行 努力工作好不好 股票的事就交给我 专业的 交给专业的分析师 交给陈恩老师 其他的会员 如果你要你们四农工商的 你让我知道一下 好不好 我们就拿出来节目 帮你们宣传 老师 好不好 我没有业配喔 我一分钱我都不收 我是希望你们 是真的 你很棒 你每个人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 认真工作 真的 人要放对位置 你的位置就是发挥你的专长 把你的工作做好 你自然会升官发财 投资的事情 你交给我 古海道丈夫 诚诚 没问题 好 所以看到了真的好感动 他钱也赚到 工作也做得好 来 再一样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过去的每一个决定 如果你现在觉得人生过不好 那代表什么 你过去一直在做错决定 每一个决定 你看我们人一醒来 每天都在做决定嘛 当然啊 对不对 我要吃什么 我要花多少钱 对 我要做什么事 有没有 包括钱一阵子不是吗 开马沙地把人家给打到残废 然后去住院的吗 有没有 他的决定要去打人 所以他现在怎么样 被收押 是不是 你的原生的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 做事情不要冲动 买股票不要冲动 不要动不动 听了新闻 看了消息追高 看了五大利空 沙地 你的每一个决定 成就现在的人生 你如果觉得现在过得很惨 那就代表什么 你要改变 那是你自己做错 做错决定 做错决定 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人生 我很满意呢 做错决定 我很满意呢 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很好过呢 对不对 选对波道 你就雪球越滚越大 下一个决定 所以 如果你过去都做错决定了 改变一下 请你告诉你自己 下一个决定 成就你的未来 请你好好做 你不要再做错决定了 OK 你现在最重要的决定 25429977 不然你会掉入什么 恶性循环 对 你会一直在恶性循环里面 走不出来 一直在循环 你希望未来有一个彩色的人生 请你谨慎 谨慎 再谨慎的做下你的下一个决定 下一个决定 25429977 好不好 大老鹰还在 还刚刚展示 刚刚展示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拿这张出来 对 我跟你讲 这张 我会一直拿出来 但是呢 我在今天以前 因为他的股价已经超出50了 即将60了 对 还有人来猜说 老师 是不是这一档 我告诉 然后我还跟你讲说 不是 你不要乱猜 你一定猜不到 你猜错自己去买 我跟你讲 老师不负责任 你猜错自己去买 有人跟我说是不是训什么 我直接提醒你 有人说老师是不是训什么 不是 自己不要乱买 那一家公司 我早就跟你讲过 我不看好那家公司 你不要后面 你不要最近来看节目的 我跟你讲 很多公司 谁是在 做什么 有穿泳裤的 谁没穿游泳裤在游泳的 老师都看得透 我都已经跟你讲了 你不要买错 这一支你一定参照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你不是会员 你也不用来问了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会告诉你 然后呢 小鹰班 他已经开始要准备展翅 起飞了 我跟你讲 你今天来参加小鹰班的 我还会告诉你 明天开始 所有的人通通上车 OK OK 通通上车之后 OK 来 小鹰班我不会再告诉你了 因为他的股价已经超出小鹰班的范围了 是 是 黄金班以上 我还会跟你讲 OK 于是 我跟你讲 感恩节 今天 我决定来一个大放送 是 我就是这三个班加清代 鑽石黄金跟小鹰 通通优惠 你错过了双十一 双十一没进来 我给你最后机会 你在十一月三十二以前入会 我都会给你优惠状案 OK 我再讲一次 你的资金 来 一百万以上的 请你来参加鑽石 一百五以上好了 你来参加鑽石 五十以上到一百五的 请你参加我黄金班 好吗 我讲刚刚那档股票 如果你不是小鹰班的 小鹰班的 以后我不会再告诉你的 我是给到 我是给到今天 他已经快脱离小鹰了 明天开始 那档股票 小鹰就没了 只有黄金跟鑽石才有 OK 我还要再跟你讲 小鹰班的 你有这个资金 你有五十万以上的 请你不要来挤小鹰班 我再跟你讲一次 因为我那个就是做 一二十块的股票 二三十块的股票 好吗 有资金的人 你来跟我做一百多块的股票 一百多块涨个十块就一万了 你不要去跟人家那个 二三十块的 二三十万 四五十万在操作 这边加缴货 我还再跟你讲一遍 然后我还要再跟你讲 你有诚意要来参加好会员 就请你不要去隐瞒你的资金 手上几十万几百万在操作 跟我讲你只有几万块钱 然后东找一个人来打听 西找一个人来打听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是这样子 没有诚意来跟我这样子 大家坦诚相见来操作的话 你也不要来参加好会员 我说真的 因为你是这种心态的 到时候烈杀红色十六月 这种事情又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跟我两不移心坚定 没错 因为你说我拨心坚定 你要跟我拨心坚定的人 你就不要来参加好会员 我说真的 真的 我希望跟我们在这边都是解好员 你来这边你还要摁摁眼眼 你还要在那边跟我就是 我们不需要这样猜来猜去好不好 我们就把对的资金放在对的位置上 老师会帮你把你的资金放大 好不好 帮你把你的你的获利放大 然后财富放大 对的资金放在对的位置 百万以上来到我的暂时 我在节目上我跟你坦诚相见 是 所以我希望 老师就是人前人后都一样 你们要来跟着我 我也请大家拿出诚意 好不好 大家坦诚相见 是 以诚相对 好不好 梁布宜新坚地 等风起看天明 小鹰线已经开始展翅了 但是还来得及 赶快把握今天小鹰班 如果你卡进来 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 可以知道到底他是谁 已经要准备展翅了 那当然依据你资金不同 50万以上到百万左右的是黄金班 那百万以上 150万以上 你就来到钻石班 听清楚错过双十一 老师特别在感恩节的今天 回馈给您感恩专案 感恩优惠 干净电话拨动 所有班别优惠 只到十一月三十 是 小鹰班我只收到十一月三十 我可以跟你讲 你手上没有资金的人 你说你就几十万 我这个月我是应观众要求 我开小鹰班 我只开到十一月三十 你还要犹豫的 我跟你讲 下一次我会再开小鹰班 已经是过完年之后了 这两个多月到三个月时间 我们这一档股票会飘到哪 我不晓得 你赶快 不预设高点 你赶快 不要再错过 小鹰班我只收到十一月三十 我说到就做到 我在八月讲我开实战分享会 九月我再开一次 我说我今年我不会再开 我就不会再开了 所以你错过那两次分享会 那就请你等明年了 同样小鹰班我只开到十一月三十 十一月过了十一月三十 晚上十二点我不再收 谢谢各位 好不要忘记 2542 9977感恩节专案 直到十一月三十号 各个班别依据你资金 你手上实际现有的资金的部位 告诉我们服务人员 来到适合你的班别 老师在十一月三十号前 都会给您感恩节的专案 当然小鹰班老师刚刚已经直接讲了 这是最后一梯最后一梯 赶紧卡位了 2542 9977 再次感谢永城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稳中求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文字幕杨指团 多许一つ 幸福